是 我要说的就这些 最后我要表扬一下书客 来到公司短短的时间内 就能临危寿命和大客户去谈判 而且谈得很好 这一点你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明总 您过奖了 不敢当 不必谦逊 散会 好 书客 继续努力 过不了多久你就能独当一面 感谢明总对我的信任 我觉得荣氏这个案子呢 好好好 现在 他们的反馈已经回来了 你处理得很好 接下来和他们的接触 你就全权负责吧 全权负责 这不太好吧 我看中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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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球打得真不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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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球 跟你做生意的风格一样 雯准狠 这么多年的球友了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总来是实话是说 有一句说一句 那好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我就直说了 你不说我也明白 你们一回的情况 这话我大概也了解一些 叶总的眼力和能力 是我一向可欣赏的 但是 怎么了 李总还有但是 你文准狠地囚禁 似乎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船人吧 对 来 吃点 陶总 进来 把门关上 你的资料 谁要看这破资料啊 你怎么还说了 那我现在特别好了 这次立了这么大锅 晚上准备请我吃什么呀 我就打算在公司 凑我点算了 为什么 下次跟容氏谈判 明总还让我去 那我可不得准备准备吗 我今天是提出了想法 但具体方案 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而且你不知道 对方那个女的 一定很难对 女的 对啊 好不好看 有没有我漂亮 那不会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女的 比你漂亮 你别多想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真的是 隔行如隔山嘛 我的压力很大的 陪别的女的吃饭 你不陪我吃饭 我晚上都吃饭了 再也不吃饭了 绝食 好好好 小祖宗 我今天晚上陪你吃饭 我吃完饭以后 再回公司弄材料行吗 这还恰不动 现在各行各业发展都很快 尤其是我们这一行 那可以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些公司呢 虽然规模不大 但却很有发展前景 最近我蛮有兴趣的 接触了一些的 大概可能是我有点老了 他忽然想着要提携后辈的 叶总 不知道你能明白 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吗 我当然明白了 所以呢 我现在也在慢慢地放权 年轻人 我不是叶总的那位 传说中的成龙快逊 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啊 正赶巧啊 你有事不能参加婚礼 要不然 你们俩就见上一面了 你这一说呀 我更内疚了 不如再找一天 我担心你 好啊 我还真想见解 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 能入得了我们叶总的发言 优秀不优秀啊 全靠实力说话 嗯 眼下啊 我正在让他全权负责 容氏的项目 就看结果怎么样了 是吗 那我可要拿着这一期的 注资计划 拭目以待呢 希望不会让你失望 不会 行 上次临时有事 徐小姐 实在是抱歉啊 林总 您太客气了 幸亏贵公司的这位书先生 对我们的项目则够了解 并没有拖慢我们的进度 徐小姐真有眼力 书客来我们公司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她是我们公司 重点培养的对象啊 书先生 上次失礼了 没有 徐小姐 您就是北京总部的 唯一负责人 徐小慧 什么意思啊 你们不认识啊 不是 我只是没有想到 徐小姐这么年轻 书客呢 在会议室开会 陶总 您早上有事吗 没事 书客 书客 好好送送徐小姐 徐小姐 以后我们这个项目 主要是由书客来负责 你们多多沟通 不用麻烦了 应该的 应该的 书客 一定要送到欧阳 好 徐小姐 请 待会儿 这边再见 再见 好 明博伯 好 徐小姐 你稍等 我把车叫过来 徐小姐 没想到你年纪那么轻 能坐那么高的位子 太不容易了 书客 您客气了 我看咱们也是同龄人吧 您不已经身居要位了吗 我不能跟你相计辩论是吧 我的情况你应该很了解 的确听说了一些 一个月之前还是个外行 这才没过多长时间 已经成功转型为 网络营销高手了 还被某珠宝品牌 指明为他们做广告策划 真是业内心润呀 徐小姐 你别再夸我了 再夸我脸都红了 这是您的车吧 再会了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跟别人没来眼去的 当然看不见我了 你在我后面 你能看到我没来眼去吗 我后面长眼睛了 我说是就是 这两天怎么搞的 怎么总觉得 你情绪不高啊 是啊 我再愁啊 李总入资这件事情 事情有编吗 按理说啊 我们的机会面 还是挺大的 李总之所以做到 业界老大的位置啊 主要靠着他 投资的眼光和长远 我似乎觉得 他不太看好 我们议会的未来 为什么 认为我们缺乏 年轻的管理层 这话说的 严重了吧 光我们公司这么多年 一直很注重培养年轻人 还不够 不够 那你的意思是 即便是赶鸭子上架 咱也得赶呀 在李总卫做出决定之前 我们必须让书客做出一单 让业界认可的项目来 否则 我们议会的上市计划 很可能延后 你是说荣誓 对 那我心里又说了 不过 你真的觉得书客 可以唯一大人吗 当然不是了 背后的功夫 当然要靠你了 面上的事 当然要书客去跑了 还是这样 也好 她和那个许小姐啊 她俩谈得很赖 都是年轻人 在一起好交流 兴许对签合同有好处啊 那就委屈你当幕后英雄了 不思慧 全靠你了 大家一起努力 我徒弟现在给你们泡的呀 是我们茶馆的最经典的一味藏茶之一 您看看 一五四六雅系 这个茶特别有特点 完全是人工的手工采摘啊 采摘的时候 只采前面那个小嫩烟 剩点多不要 好 还有啊 这个茶呢 成方便 和普洱的一样 普洱是关键的 这普洱的一群尖密 摆不下来 什么啊 这个非常柔软 手轻轻一杯 不是 不是 干什么呀 舒哥 舒哥 你不到今天 不是 报言 我跟胖烟 我们俩有一大误会 你还敢提胖烟 胖烟 胖烟 我徒弟接着给你们说什么 好好好 这是一款呢 具有烘焙工艺的一味葬茶 你让我解释一下 这款茶呢 不是 舒哥说了 你不能进店 我买茶 买茶没问题吧 你买什么茶 我去给你拿 我送给你 报言 叫什么都没用 舒哥说了 你不能进店 我请你吃过多少回饭 你不记得了 你自己数得过来吗 虽然全是那个麻辣烫 不过你耗这口啊 对吧 咱就是改了 就是咱吃这个麻辣 小龙虾 你只负责吃 我管包 看这个 不是 你没听懂吗 舒哥说了 我不能进店 对吧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个服务机 五十七月 这是个服务机 你怎么做 不是 你说那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说了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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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不这些 咱们给你 你怎么做 别吵 等会儿啊 我跟我女朋友视频会儿 大家都知道 钻石和珠宝 表达着一个男人 对他心爱女人的承诺 而我今天的提案 也是关于承诺二字 不好意思 我先打断一下 我们其实呢 不太想往这方面发展 珠宝行业很难有太大突破 大家不妨先听完 它可能让你们意外 没错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并不是男女之爱的那种承诺 而是一个父亲 对于自己女儿爱的承诺 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 故事的主人公 他的名字叫做陶树 算不算好 恰恰有的是 有一种爱 会经常被我们忽略掉 这种爱不需要任何形式 不需要任何的甜言蜜语 就算你对他满怀抱怨 就算你对他常年逃避 但是他依然在那里 满怀着期许和祝福 从来都没有离开 在我看来 这种爱 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还是什么 既然钻石跟珠宝 被大家看作一种爱的象征 被大多数人都广泛地接受和喜爱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个角度去想 让天下的父母 都有一个爱的宣泄口 让他们的爱有所依通 让他们的孩子 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那份爱的光芒 好 你谁不想当你 消费她的宣泄口 专门 你这边还没有难 到专门 都在哪儿 孩子 是 这儿 你这儿 真想把心狼狠揍我一顿 带我处磨 但是我还没有 你还没有 都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先散了吧 徐总 刚才义辉的名总打来电话 说过两天过来提案 想请我们无论如何 关照义辉一次 什么意思 我也是才知道 前两次咱们见的那个书客 原来是义辉大老板的女婿 驸马爷 什么 原来啊 他就是义辉未来的接班人 现在义辉正全力捧的呢 这不明总专门打电话过来关照 小辉啊 你们俩聊什么呢 明总 徐总 我跟徐总正在讨论义辉的事情 义辉 义辉不是在给咱们北方区做广告提案吗 我上次聚会好像听人说过这个书客是个设计师啊 什么设计师啊 好像之前是个卖楼的 后来认识了叶总的千金 这不一步登天了 说话要讲究证据 不要随便地信口开合污蔑别人 小辉 别激动啊 咱两个说个正事 那个咱们北方公司的广告提案 咱俩人是不是可以定一定 我那天给您的方案您看了吗 看了 我很仔细很认真的看了一遍 但是呢 我得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不是针对你 我觉得吧 你上次提出的那个去火的方案 有点太旧了 不够时尚 咱们公司主打年轻人的 喜欢的理念才行我觉得 容总 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 现在的白领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去火 像咱们北方天气这么干燥 很多基层白领最直击的痛点 就是补水去火 这个很好呀 那你就是很认可这个概念了 当然了 我认为 你要认可 那我就同意 就按你说的办法 去火补水挺好 好 那个小慧 晚上我约你吃个饭 容总 我今天晚上要有感激化 下次再说吧 那明晚呢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啊 小慧 你务必给我个时间 让我请你吃个饭 好 不好意思 容总 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咱们再约吧 我先出去了啊 妈 妈 舒克刚来公司您就给他那么大压力 他都没肯赔我了 他做的是正事 你别拖他后腿啊 我拖他后腿 自从他进咱们公司以后 连跟我吃饭逛街 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了 你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现在是我们议会最关键的时刻 那您就放心放手 叫给舒克去做 容是那么大的客户 万一 万一怎么着啊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培养他 我跟你说 一个男人做事业 除了能力和魄力之外 最重要一点就是靠运气 那要看舒克有没有那个命了 能不能扛下议会这个担子 那如果没有那个命怎么办 那议会的前途 就要靠天意了 什么意思 这一次新一轮的融资上市 投资方说 我们公司后继无人 谁说的 李总 李总 总而言之 能不能吸引李总这轮的注资关键 就是舒克有没有这个命 能不能顺利地拿下 融资这个项目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客死 反正听我妈那意思 舒克这回我拿不下融资 他就让他永远滚出我的生命 不会的 阿姨就是那么一说 到时候你要死活非得跟舒克在一起 他还能报哪愿呀 你以为他做不出啊 你别瞎想了 再说舒克能力不是明摆着呢吗 肯定没问题啊 我怕他对上的是鱿鱼 阿姨 阿弥陀佛 求人不如求己 我决定了 我准备亲自出马 帮他一把 那才真是连神仙都保得不了呢 行了吧 你说我就想要一份纯粹的爱情 真是搞不懂 为什么总是要加上那些什么附加的东西 之前刘宇是这样 现在又这样 所以说呀 其实你还是活在自己的小公主的城堡里 外门的世界是很残酷的 那些纯粹的爱情也是迟早要碰到这个迷雾人的地 好的 听说到黎先生我没有准备呢 这又是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这么高兴 菜头刚接到谁的电话 谁呀 黎先生 真的呀 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太好了 好 走 我去请你吃员工餐 请你吃顿好的 明天 什么安排啊 加班呗 又加班 那怎么办呢 不都是为了荣誓的事吗 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是忙了点 等我精简的时候我一定好好陪陪你 你说那个许小姐 比我还年轻 做事能力那么强 你也不希望你男朋友到时候 在他面前说得太丢脸吧 那样太窝囊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知不知道他到底学什么专业的 什么学历 家里面有没有什么背景 你要知道的话你就要告诉他 你再替他一句试试看 要不要好好吃饭了 我 我替谁了 我不记得了 我决定了 明天陪你加班 这回呢 一定要狠狠地争口气 听见没 的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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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约我半个小时以后见面 那我今天应该就送不了你了 他怎么那么霸道啊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一块儿去 这样的话他也不会给你找麻烦啊 不行 想想看你是董事长的千金 职位比我还高 我把你带去他怎么想 他肯定想这个男人没本事 要带个靠山 对吧 我答应你跟他那边一谈完 马上就过来接你 好不好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不生气了 乖 一会儿就过来接你啊 别生气了 不好意思啊 舒克 这么着急把你叫出来 关于咱们的合作项目啊 我想再给你探讨一下 行 我也想尽快推进 我需要一份三年以上的推广计划 如果我觉得没问题 咱们可以马上签合同 三年啊 我们签合同一般都是一年一签 可我要签就是前三年 因为我们的产品 很难在一年之内 覆盖北方市场 我知道 可是 只要我满意 咱们价钱好商量 不是这个问题 那 那我得跟公司汇报一下 我还以为这个项目 是由你全权负责的呢 我没有那么大权利 好 谢谢 舒克 我想跟你说一些呢 可能会涉及到融市内部的话 作为朋友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但是作为公司的负责人 我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好 我细耳共听 我们北方分公司的内部 一直都对你的这个推广方案啊 存在着争议 徐小姐 徐小姐 你好 你好 舒克 你怎么了 这里是 我也是一辉客服部的员工 跟舒克一起入职的 明总让我跟他一起 负责联系你 怎么前几次开会没有见到你啊 那两天我 我就要请假了 怎么称呼 菲比 叫我菲比就可以了 您就是叶总的千金吧 不是 怎么会呢 好了 那下次有机会再聊吧 我先告辞了 这就走了 徐小姐慢走啊 徐小姐 慢走啊 慢走 你干什么呀 我正在谈工作呢 您玩国家家啊 我是来帮你的 看他那么霸道 我怕他欺负你啊 再说了 他肉眼凡胎的 怎么能看出我是谁 我说你真的是在胡闹 这事要让你妈知道了 咱俩吃不了都知道 你不说我不说她怎么会知道 倒是这个徐小慧 不会对你意图不轨吧 你看那天又来了 人家那么高的身份 怎么会对我意图不轨呢 真是 对啊 我差点忘了 你是个已婚人士 我也情不自禁地忘了 原来我娶了这么个败家媳妇 你大爷 我们如果能拿到黎先生的注资 上市迟日可待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怎么能看上我们 这么小的公司 我想啊 我想他应该是看上了我们公司的 发展前景 毕竟在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活力和创造力 所以当务之急 我们要接一个大的单子 让他看到我们的实力 不容实 我现在的心情怎么形容我 像中彩票了一样 我也是 我也要感恩老天 能派这么好的一个合伙人给我 不瞒你说 当初你要 你说的 我动 我动手 谢谢啊 小晓菱 你认错人了吧 小晓菱 我果然没认错你啊 舅教练 这么多年过去了 名字也改了 无耀也变了 但你的眼睛始终都不会变 怎么 现在有本钱了 连老相识都不认了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舅教练 需要我报警吗 需要我报警吗 你们安排 我接到什么 需要那生 quo 那我才选上上刋软郑 或者一条路 它才能住 好 那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我在外边等你们 把资料给我 好 你没事吧 怎么搞的 来来来 起来起来 没事 没事 小心一点 你脚没事吧 没事 确定没事 就是鞋坏了 你鞋多少码呢 三七 三十七吧 你等一下 这都出去要见大客户了 怎么不给自己 买双像样的鞋呀 再怎么说 出去是代表我们 一灰的脸面呀 扫索一句 爱琪 快 把它换上去 这是 陶总的鞋 这不好吧 没有什么不好的 工作需要嘛 明总还在门口等着呢 快点 我 赶紧换上啊 把资料给我 来 把资料给我 我在门口等你啊 你先进去 你先进去 明叔叔 刘雨 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你啊 后生可危 您过假了 我们今天是来学习的 一会儿见 好 您请 我先进去 我刚刚得到消息 荣氏华北地区的一切事物 现在已经由太子爷亲自接受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但对我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亲书关系这个层面上来讲 我们和义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是 谁е你 我他在 无需等任何人 好 开始吧 开始吧 那好 我就先来说一下 我们这次的推广计划 主要就是针对 北方的干燥气候 主打的就是补水 降火的概念 等一下 为什么要主打这些概念呢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产品 主要针对的人群 就是北方的 白领消费群体 对不起 你们的宣传方案 与我们公司的推广定位 有出入 我们就是要进行 全国统一渠道的推广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占领市场份额 但是据我们所知呢 融势在南方已经是王牌了 但是在北方 还是缺乏认知度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攻占北方市场 才是重中之重 这样 冯先生 让他说一下细节好不好 说具体的 其实我们这次的宣传方案 主要分成三个方面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 逐条地阐述一下 逐条阐述就不用了吧 我还有事 我要先走 今天就早点吧 但是我还没有说一些 具体的细节呢 我说了 我有事 但是许小姐跟我说过 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许小姐已经叫到总部了 北京地区全权由我负责 对不起 宁先生 我有事 先走了 好 好 怎么会这样啊 之前没有任何消息 透露出来 明总 实在是抱歉 我不知道他们变化那么大 我们之前谈的都是 北方版的方案 没事 邓小姐 林总 王总 实在是对不住啊 明明是给您说好的 提案就是走过过场了 才没想到这方案 你看 你已经尽力了 改日我请你吃饭 好 这次的责任主要在我 是我没有了解到客户的真实需求 才给公司带来了那么大的损失 算了 事已至此只能尽力地补救 孰客 你赶紧带领你的组员们一起 出过方案 希望还来得及 我明白 现在就去 我明白 但愿还能够求 你我都知道 这可能性太渺茫了 不过你别着急 我再想想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全靠你了 放心 有我在 钟小姐真是担得起 财貌双全那四个字 对了 钟小姐 有机会我请你吃一顿工作餐 这是我的荣幸 我请您 那行 等你安排好了 我再通知您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刘先生 走 行 怎么样了 没事 按照容室的方案 给他们做一个全国版的好了 那我马上去做 你都两个礼拜没有休息了 一直在超负荷工作 这个我来做就好了 咱们这行 一到项目来的时候 就没日没夜地加班 我早就习惯了 我马上做一个出稿给你看 组长 这鞋 没关系 为了工作嘛 桃花都可以理解他 再说他 他也不在乎 那么一双两双的 好吧 那我把它清洗之后 再还回来 辛苦了 走 再找 您好 您拨抖江州部 看着 很重 这次多回应该 谢谢 其实没帮你 我才在这边团 那又不一样 就我所知 李总最近正在给你公司注资呢 你这么做 会不会影响到医会的业绩 导致融不倒资 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怎么可能呢 再说不还有我们的吗 荣誓跑不了 希望咱们啊 一会儿砸了就行 那这怎么可能呢 兄弟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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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